我們是不是來發表一下 您心中雀躍的感動 來 取代給你麥克風 來 非常謝謝 首先 在傳播方面我已經做了27年了 在 今天的入圍者當中其實不只 何芳 還有剛剛鄭曹芳 強敵 不是 我是真正也是歌手 我是第五屆的 流行音樂最佳新人獎 第五屆 然後 我也是第14屆的 非流行音樂最佳製作人獎 但是今天 很感激 就是因為這個獎項 非流行音樂 其實我在12年前 中央廣播電台服務的時候 我就入圍過同樣的獎項 沒想到同樣的龍年 12年後 又能夠再次得到 但是我真的是很感謝 我的爸爸媽媽 因為 我也沒想到 從小這麼一個匱乏的環境 因為我媽媽癱瘓 所以 我就 真的是常常幫她講故事 然後唱歌給她聽 現在真的回頭想想 我才發現 這真的就是在做 非流行音樂廣播節目 然後也有很多像華沛這樣 優秀的音樂家 一起加入我的團隊 我們用創作的方式 把我旅行世界到現在188個國家 旅遊的見聞 音樂的採集 心情的故事 然後用非流行音樂 最無遠復界的廣播 然後我們從苗栗 就是希望把這些最精緻的音樂 帶到偏遠的地方 那也希望能夠把這種音樂的感動 就像我媽媽在病床上 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聽不到外面的世界 很多偏遠地方的朋友 他們也沒有辦法接觸 因此呢 透過苗栗正義廣播電台 我確實把這樣的理想來呈現 我還記得 跟我們育林兄 是 我們也曾經合作 一起得獎 而且也是新苗廣播 都是在苗栗 我的天啊 而且您是 那時候得了兩個獎項 對 而且那一次也是第一個社區電台 能夠得獎 對 沒有錯 所以很改變我們哪座電台 沒有錯 當年的新苗電台 當年的新苗電台 對 所以要給我打你一個小叉 我覺得 真的要透過這一次機會 真的要去找一下劉正宏縣長 因為這是屬於苗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驕傲 我覺得可以跟縣長做個分享 對 我覺得很感恩 因為我那時候想到縣長都可以邀請三大南高音這個 三大南高音都來到苗栗 為什麼我們最優秀的非流行為寶博節目不能到苗栗 不能從苗栗的地方擴展到全台灣全世界 所以我一點點小小的心願 感謝所有聽眾的支持更感謝今天金鐘獎的肯定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許浩平 謝謝我們許浩平 帶領大家的世界營業之旅 謝謝你們 許大哥讓台灣走出去 也讓世界走進來了 再度恭喜許浩平大哥 恭喜 我要講一句 今天既然我是外星人對不對 是 大家都在想說 我認識這麼多神奇的人 你知道嗎 今天有一個人猜對我一定會得這個獎 居然泰國白龍王 他在八月一號找我去那邊 後來八月二十三我又去了一次 他就跟我講你今天一定會得獎 我想說不太容易吧 雖然我已經得過四座金鐘獎五座金曲獎 但是後來他說了以後發現 白龍王說的還蠻準的有點不可思 厲害厲害 好跟大家分享 了不起 我也厲害 我也蠻厲害 我剛剛 您得獎前一分鐘我說您得獎 哇太感激了 真的 各位我不是白龍王 我是胖龍王 謝謝 恭喜恭喜 真的非常恭喜許浩哥 謝謝 非常恭喜 來我們這邊請